这边有一个鲁腺癌 七年前的鲁腺癌 然后2014年复查 古扫苗复查这个情况 你看 这个是女28岁 这个是她2017年住院时候 做手术时候的出院小节 女28岁 你看这是2017年 对吧 2017年 然后呢 她是2017年 10月24号做手术 然后呢 结论呢 结论是矮 手术时间是这个 那么现在是2024年 对不对 然后呢 2024年呢 就是 2024年呢 就是这个 2024年呢 做了一个古扫苗 这里呢 有一个胸骨 有一个病灶 你看这是对称的 对不对 鼓鼓囊囊的 她呢 是这里写的 胸骨底下端心发现 轻度骨骨银代谢 活跃灶 那么 然后关系人来问我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叫关系人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就是这个18年来 听过我直接当面 对当面 听过我医疗第三方 讲课的 大概有六七千个人 有时候这些人 人呢 会把 他们认识的人 什么叫认识的呢 就家里人 大部分的同事 客户 或者朋友 或者怎么样 反正他们认识的人 的病例资料 发给我 来问我怎么回事 我把这些 转发病例资料的人 成为关系人 然后呢 关系人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呢 就是这里呢 他已经写了 这是古写 就是核医学科 就是古扫名 是核医学科 就核医学科呢 写了 要建议 除外骨转 也就是说 核医学科的意思呢 就是 要排除 这个病人 是不是癌症复发了 他也没有结论 就是说 提起你注意一下 临床科室注意一下 对不对 我说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呢 由于 它是一个对称的 它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呢 相对来讲呢 对称与不对称相比呢 对称的 相对来讲 不是 癌症复发的 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不是 对称的呢 癌症复发的 可能性 大 也仅仅 只能这样讲 因为 这个古扫名 对于判断 是不是 癌症复发了 仅仅是一个 依据 依据之一 一对 依据 很多依据 它只是一个 依据 我只看到一个 其他依据都不知道 我还要看 其他什么 依据啊 我最起码 要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 可以不说话 但是我一定要 直接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 哪怕不说话 但是在我面前 直接我看到 提供的信息 也要比远远 比这个东西 要丰富 更何况 如果我看到了 我要和他说话 我甚至 医生看到他 不仅可以和他说话 还可以对他进行处诊 对不对 身体检查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 古显像 只不过是 众多依据当中之一 我只看到这个依据 一个依据 其他依据 我没看到 我不能随便说 毕竟这是 34岁 癌症 这个是 人命观天的事情 对不对 我说不是癌症复发 以后万一 癌症复发 我怎么两性过得去 如果不是 如果是癌症 不是癌症复发 我硬说 这是癌症复发 那也把人家家庭 搞得继续不宁 对不对 我不能随便说话 对不对 我至少要 掌握了很多依据 我才能试着说话 也不能保证100% 对不对 你现在只有一个依据 大量的99%的依据 我没有 我不能随便说话 那我说 你门诊病例 门诊病例代表着 懂医的人 就医生就要做懂医的人 就直接看到过病人 那么直接看到过病人 然后留下书面记录 那也是 也是有价值 对我来讲 对不对 虽然我没有直接看到病人 但是有人看 有懂医的人看到病人 留下书面记录 我看一下 总比没有书面记录要好 他说没有 他说看到医生在电脑里写字 但是没有打印 门诊记录 就是上海 我们就是医保病例本 就医生写字 病例本 也是属于门诊记录 对不对 就是关于 医生关于这次门诊的书面记录 就这个意思 门诊记录 有几种结果 第一种 你病人不要求打印 医生主动给你 医院主动给你打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医生没有给你打印 但是你所要让医生打印 那么医生给你打印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 你要打印 人家拒绝给你打印 那么三种情况 就像我们到商店里买东西 有些店家 你不问他所有发票 他主动给你发票 还有一些店家 你要发票 他才给你 还有一些店家 你要发票 他不给你 他说我们没有发票 这三种情况 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服务质量 服务内涵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懂的 你病人 病人不懂 而且看病了 病人脑子本来就急急匆匆的 这个是可以无意识的 就是病人是忽视着 但是你医生是吃了口饭的 对不对 是需要 哪怕病人不要求打印 你应该 实际上这个 我刚才讲了 发票这种东西 实际上是给服务对象 主动提供监督自己的一种依据 实际上是一种 人品高尚的表现 或者说是人品到位的 也堂上高尚 这最起码的按道理 对不对 人品到位 就道德品质到位的表现 对不对 你不是医院老师说病人胡闹吗 你自己先服务到位 然后才有资格说别人 胡闹不胡闹 对不对 这种最起码的东西 国家用明确规定的东西 满诊要提供满诊 满诊记录 不管病人所要不所要 对不对 善良不善良 不是嘴巴说的爱 你要爱你母亲 就代表我这个人善良 什么叫善良 就是主动提供给别人 来监督自己的方便性 什么叫方便性 比如说我说话露脸 就是给对方 给我的听众 主动监督我提供方便性 因为一个人 露脸不露脸 人家可以考察 你到底是说谎不说谎 预据更多一些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还有呢 就是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 鱼 显示 鱼 2022年5月17号全身故障显示 这句话是并句 你应该是这个写鱼 这个鱼 那么我理解 那么我这也可以理解 就是胸骨底下的心发现 轻度骨炎代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2022年5月17号写的东西 2022年5月17号检查的内容 对不对 或者你不愿意 你一定要写这个语也可以 但是你应该写 与什么什么对照 显示 应该写一个对照 对不对 写一个对照 那么 所以你这是一个并句 我刚才讲了 这是什么可视 核医学可视 核 核这种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会 说明这种东西 都是很高深的 都是有很高文化程度的人 掌握的东西 很高文化程度的人 写这种东西 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小学语文水平 不过关 对不对 更何况我刚才说了什么 这关系到一个 34岁的年轻龄的 癌症的时期 那是不是一个人的人民贯贴 是一个家庭的人民贯贴 你这样写 所以我更加要说了 我没法说话 我一定要有求 更多的依据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我知道了 第二天 去医院看 然后又第二天回来 又通过关系人 跟我讲了 他说 他挂了内科 内科医生看了之后 他说我没法判断 然后他又挂外科 外科医生说 我没法判断 然后又问骨科 又去挂骨科 一天挂了三个科 骨科医生 我没法判断 那我说你三次门针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门诊记录有没有 他说都没有 也就是讲这四个医生 也就是开这个骨扫帘的医生 加这三个医生 第二天的三个医生 就是四个医生 都没有主动提供 门诊记录 这什么东西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了我们的就医环境 到底是怎么个就医环境 在这样一个就医环境 这个就医环境是非常极其恶劣的 一个就医环境下 我们作为病人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世界恶劣 然后你仅仅说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恶劣 这个就是你的愚蠢 那这个世界恶劣 我们的一个怎么办 找医疗第三方 找我呀 没事有事先跟我联系 对不对 这个才是明智的态度 对不对 找了我我就跟你说了 你一定要 看完医生 你要不要跟医生吵架 把门诊记录拿来 你看我提醒你了 你还没有 第二次去了 第二天去了 三个医生 你都没有主动索药 你再去索药 那么来回几下折腾 你就明白了呀 医疗第三方的套路 也就这么几招 门诊臂力 臂力资料 搞来搞去的 要处诊这些东西 你搞了几下 就知道了呀 你光这个埋略 这个世界恶劣 有什么用处了 只能说你愚蠢 对不对 总算这次 他有进步了 第二天 第三天再去 第三天去呢 就是他聪明了 他不是 他不是古耍面 是核医学科吗 他去挂核医学科门诊 核医学科有门诊 这个很好啊 以后放射科 也要开放射科门诊 对不对 然后你看 1月22号 然后呢 你看这个东西 就比较正规了 你看 什么国籍啊 对不对 国籍啊 民主啊 联系界货啊 什么都有了 对 这个就是正规的门诊医 然后呢 主速 这个 然后呢 他说是 你看 实际上他这个古耍苗啊 实际上他手术之后啊 有放疗 放疗 放疗25次 然后呢 取手术当抗治疗一年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客观描述 然后呢 后面还有 你看 然后呢 他说处理 处理就是他的结论的意思 然后呢 他实际上有 你看 2020年 2012年 2024年 三次勾险项 你三次勾险项 如果你把2020年的勾险项项 当然他把这个 其实他前面这个 2022年的这个东西 是发给我了 实际上是 胸骨那里是没有病灶的 那么 2020年实际上 他也做过古耍苗 你说你发现什么 这个医院动不动就要搞古耍苗 我估计这个古耍苗 这个对医院的奖金 提升系数高 所以他来病人去做古耍苗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2020年11月份 也做过古耍苗 而且 2022年 他根据这个医生的写法 就是三次古耍苗 胸骨体都有轻度增高 那么如果你三次 门诊 古耍苗都发给我 2020年的古耍苗发给我也正常 那么距离2024年 已经四年了 情况下 胸骨都是有古耍苗 有异常的 那么我就排除了这个 癌症浮发 因为你四年了 身体 四年了 这个胸骨 都是有异常信号的 但是你全身 其他情况 没有证实 你有癌症浮发 那就没啥事 对不对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把病例资料 发全返给我 我就容易判断 对不对 像这个东西 你看 他最终写了 他就是这句话 最终我们 说了十几分钟 最终的结论 我们就是这条 印象 胸骨底下方 骨炎代谢增高 多考虑良性病变 建议 随诊浮发 然后关心了 越来越来越了 他说医生要随诊 随诊浮发 他就想问一下 这个骨耍苗有没有放射 那我说骨耍苗一般都没有 不考虑放射的事情 那时候以后就多刷在骨耍苗 你看 关系人 就一听医生要 要随诊复查 关系人就来劲了 他说以后可以多搞搞 所以没办法 我为什么摇头啊 就是因为关系人 已经在我的眼睛里 在我的分类里面 心目的分类里面 已经属于人中豪杰了 因为听过医疗第三方 对医疗是怎么回事 听过医疗第三方的人 就知道医疗是怎么回事 对医疗知道了解是怎么回事 人中豪杰 你发现吧 中国两大先驱 中国两大伟人 两大伟人是哪两个伟的 孙中山 鲁迅 孙中山是中国 当代中国第一个持牌习医 而鲁迅也是学医的 最后他们都弃医 一个是从政 一个是从文 他认为医学不能救治中国 实际上医学 医学不仅是不能救治人类 医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 被揭露和批判的东西 所以医学什么 就是对人体 对人体自身的一种科学 对不对 实际上对人体自身的了解 有助于对宇宙的了解 所以你看我们两大先驱 先通过医学了解了 整个宇宙怎么回事 然后他肩负起时代的大旗 肩负起人类文明的责任 而成为两位中华民族的伟人 我想说什么呢 我说了半天 我想说什么 我脑子一下也转过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 对不对 对 我讲了 听过医疗第三方讲座的人 就是在我眼里 对医疗了解的人 对医疗了解的人 可以成为伟人 这个六七千个人 放弃了成为六七 六七千个伟人的机会 你说是我可惜 还是他们可惜 他们还要被医疗牵住鼻子 他说医生那你水疹 他说以后多鼓掃描 第一我告诉你 水疹这两个字 就是医疗的意思 就是说 这件事可以结束 因为医疗不能写 以后你不要再来的 所以水疹两个字 就是说 以后你再来的意思 以后你再来的意思 就是什么 这一次可以结束了 就是我们说再见 并不是说 一定要下次再见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告别的意思 我们说再见 这个道理 为什么这个道理 就脑子一目不开窍呢 而且跟我联系的关系人 已经是属于人重豪杰了 因为六七千个人当中 大绝大多数人 听完讲座都不和我联系 对不对 已经是属于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医疗第三方 任重而道歉 对呀 再见并不是说 下次一定要见你 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走的意思 随着你为什么 一定要理解为 医生让你 一定要下次再来的 随着就是 医生立成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这件事可以结束的意思 不见得说 你以后不要来了 你让你明白 这个成年人 要听话听音的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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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让我提醒我 就是什么叫成年人 成年人不是看眼前东西 人家刀子 持刀子在你门口 你让我 你然后你才认识到 现在很危险我们家 这个已经不算水平 这个你不够格 你要看到有人 在天边拿着刀子 准备往你家过来 你预计到 这个算理由水平 或者倒过来讲 成功了 人家一堆钱 一个人成功了 然后 坐着奔驰宝马 然后拿着一大堆现金 你说这是人家有钱 你要看到人家 在很穷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人 有便富的特质 这个才是理由水平 对不对 这不扯淡嘛 对不对 这个道理都不懂 人家做水整 就是你现在可以走的意思 不是说你下次 可以再来的意思 这个还要我说吗 这是第一点 水整的意义 第二点 骨扫描 我就问了 这次你为什么要过骨扫描 他说手疼 对 手疼是可以理解 医生是要把手疼考虑 是骨转移 是有可能 因为他有乳腺癌病 但是你不能仅仅因为手疼 就硬性的去考虑 说不定他昨天是稍微 是个什么地方 用力的起来 手疼了一下 对不对 你要 所以要门诊肌肉 我要看医生 凭什么 根据他的手疼推断 有可能是骨转移 癌症不发骨转移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这家医院很喜欢做骨扫描 那也要看了 如果三次骨扫描 都是无里头的 那说明他真的是喜欢骨扫描 说明这家医院的骨扫描 奖金提升系数实在是太高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阵开骨扫描的门诊记录 是特别重要 到现在还没有提供给我 它对我们在搭买的骨扫描 所以我们的贴在骨扫描 研究白症 我们在搭买的骨扫描 是个靠发的 比较冰大的骨扫描 就是加上了 到质的骨扫描 今天加上了 有点 是不是 它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骨扫描 所以我们在骨扫描 心扫描